现在我们来介绍的是相关辨率的问题 相关辨率的问题的话呢 常常困扰了同学 他其实的话呢 我们只要掌握住了一些这个解题的步骤 相关辨率的话呢 并不是很可怕的问题 来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先要把它的概图先列出来 按照这个四个步骤 先把概图做出来之后 我们要把它的关系式全部列出来 做成了一个等式 最重要的部分是 要同时对时间T来为分 为何要对T为分呢 因为它是一个辨率 那时间来说的话呢 常常都是跟着时间来走的 所以我们对时间 那如果说它题目很特殊 它不是时间 那我们就同时两边一起为分就对了 最后的话呢 把它的条件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当然要了解这个题目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立题 让同学来了解 来我们看看立题 这个立题看起来很复杂啊 有一个倒锥形的一个水槽 这是一个锥形的水槽 然后我们从这边的话呢 注水进去 我们注水进去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水槽高12尺 我们的话呢 先把它的概图先列出来 顶端半径是6 这是2比1的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先要知道 这是我们的话呢 这是一个水槽 这是一个水槽 好 现在的话呢 这么说了 我们以每秒三立方尺 我们以每秒三立方尺的速度 往里面倒水 水深是三尺的时候 水深是三尺的时候 这个是三的时候 也就是所谓的 H是等于三的时候 那么请问一下 水上升的速率有多少 那各位同学看起来的话呢 有一点难 它其实也还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 首先我们图画好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把它的算式要列出来 体积 各位同学要知道 圆锥的体积 它是什么呢 它的V是等于 三分之一 πr平方H 这个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可以证明的 这是在积分的部分的话呢 同学的话呢 旋转体的体积 用三角形的旋转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解释了 圆锥的体积是三分之一πr平方H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H在这边 根据相似三角形来说的话呢 H比R的话呢 是2比1 永远是2比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为了让各位同学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这么说了 两边同时为分好了 V的话呢 是等于三分之一π 这个地方的话呢 R的话呢 指的是二分之一H R的话呢 是这个的话呢 是H比R 是我们这边列出来 是等于2比1嘛 所以的话呢 H等于2R 所以R的话呢 我们一律把它改掉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没有跟R有关系的 所以是二分之一H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么把它带进去了 二分之一H的话呢 这边就变成了 四分之一H的平方 乘上H OK 然后的话呢 再继续做下去 V就是等于 三分之一π 就乘上四分之一 H的三次方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等式已经列出来了 我们就开始来 为分了 为分两边同时对T为分 对T为分 这个地方的话 数字数字数字都不用理它 十二分之一π 这边的为分是多少呢 H三次方的为分是 3H平方 DH DT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两边同时为分出来的结果 好 现在的话呢 再把数字带进去 当水深为三尺时 水深指的是 H等于三的时候 这是我们重点在这边 还有的话呢 每秒一 这个是什么呢 三的意思指的是 DVDT 这个也是等于多少呢 这是每秒三立方尺 来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那这个地方把它带进去 这是三 来我们把它带进去 三等于十二分之π 乘上 这边是三 H平方 H平方是 9 乘上 DH DT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题目就是 水上升的速率 这就是DH DT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两边一起消掉 于是的话呢 我们DH DT 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边的话呢 我们乘过去 十二 上面是十二 下面是九π 也就是所谓的 三π分之四 我们算出了 这一题的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